保江蘇醫院骨科停業 醫師集體買春被捕 廣東老闆解救女孩 被群毆昏迷不醒 習近平印發新規定 這些人要慘了 中國江蘇省長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爆出驚人醜聞 醫院骨科近日無法預約掛號 有報導稱 是因為有醫藥業者招待骨科多名男醫師集體買春 想不到正好被警方逮捕 前天有至少三段影片流傳 其中兩段是 多名男子與穿著清涼女子在KTV聊天 另一段影片是多名女子全身赤裸 在KTV內與男人們聊天喝酒 知情者直指影片中的男子是長州醫院的骨科醫師們 被逮捕後 醫院高層前去說情 結果失敗 導致骨科看診停擺 有網友表示 看了網路上的多個視頻不像是假的 而且長州醫院骨科確實都停班了 相關消息引發網友熱議 有網友表示 眾所周知 醫院的骨科是創收最高的科室之一 資本醫化人出這種事情不奇怪 另有網友表示 醫院確實亂 自己的父母就在醫院上班 很多女性為了生殖 就得陪院長睡覺 有網友透露 部隊也一樣 老兵帶新兵休息日的一個固定節目就是嫖娼 據中國新視頻報導 影片瘋傳三天後 長州市政府新聞處終於回應此事 強調這個消息是謠言 目前警方已經找到造謠者 正在對其進行查處 而宣傳部工作人員則說 集體的算是一個謠言吧 個人的我們 還要和公安部門合室 然而 網友不相信這個闢謠 有人嘲諷說 看來是各級領導關係打點好了 還有網民指認 他把相關視頻給在長州醫院實習的朋友看 朋友認出當中有他的骨科代教 有人嘲諷說 大家要反著聽 說已經找到造謠者了 就是說 已經找到一個背鍋的了 誰再敢亂說話 就找個理由拘留 稱其是謠言 這是當今中共處理社會問題 最好用 最簡便 最有效的辦法借口 中共新華社6月19日報導 近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領導幹部配偶 子女 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管理規定 並發出通知 要求抓好規定 貫徹落實 習近平此時推出該規定 似乎釋出有因 新華社通告稱 規定對領導幹部配偶 子女 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管理的適用對象和情形 工作措施 紀律要求等作出明確規定 規定明確 對於適用對象 主要是中共的黨政機關 群團組織 企事業單位 聽局級及相當職務層次以上領導幹部 經商辦企業情形主要是投資開辦企業 擔任私營企業或外資企業等高級職務 私募股權基金投資及從業 從事有償 社會中介和法律服務等行為 規定對不同層級 不同類別領導幹部配偶 子女 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分別提出了進業要求 領導幹部職務層次越高 要求越嚴 綜合部門 嚴於其他部門 6月17日 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 要求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管好最深 還要管好家人 親戚 管好身邊人 身邊事 還強調說 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在嚴於利己上必須堅持高標準 要求全黨做到的要率先做到 要求全黨不做的要堅決不做 習近平對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這番敲打 罕見的劍珠 中共各大喉舌媒體 引發外界關注和議論 規定還要求 中共的這些領導幹部 每年報告個人有關事項時 應當如實填報 配偶 子女 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情況 年度集中報告後 新產生的經商辦企業情況要及時報告 對領導幹部報告情況要進行隨機抽查和重點核查 發現有關經商辦企業違反今夜規定的 則令領導幹部作出說明 由其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退出經商辦企業 或者由領導幹部本人退出限職 接受職務調整 並視情況 給予領導幹部相應處理處分 其中 對你提拔或進一步使用的領導幹部 結合幹部 選拔任用 凡題四必進行查核 不符合擬任崗位 今夜規定的 應退出經商辦企業 不同意退出的 不予任用 規定要求 對領導幹部不如實 報告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 經商辦企業情況 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 違反今夜規定經商辦企業 何以委託代持 引明投資等形式虛假退出 以及利用職權為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 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 謀取私利等行為 依規 依計 依法 進行嚴肅處理 對管理不利 造成嚴重後果或不良影響的 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員進行嚴肅問責 據報導 該規定釋出有因 2021年2月15日 《華爾街日報》在報導中援引消息人士的話旨 中共官方2020年叫停螞蟻集團上市計劃 除了對金融系統風險的擔憂 和對馬雲批評言論的憤怒外 螞蟻IPO被叫停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中央政府的一項調查發現 在持有螞蟻集團股權的層層不透明投資工具的背後 是一個由人脈廣泛的中共國權貴組成的小圈子 其中一些人與那些對習近平構成潛在挑戰的政治家族有關點 報導稱 當局對螞蟻集團的股權架構調查發現 由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 孫兒 江志成創辦的博裕資本 以迂迴方式透過私募基金 北京儘管持有螞蟻股權 前政治局常委賈清林的女婿李博潭 亦通過控制的北京昭德投資持有螞蟻 報導稱 馬雲的好友也以不同投資工具持有螞蟻集團 包括復興集團董事長郭廣昌 巨人網絡董事長史玉柱 及中國范海控股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盧志強 報導提起 畢業於哈佛大學的江志成與馬雲很早就認識 2012年曾協助馬雲與雅虎談判 以自己的博裕資本與中國投資公司 國家開發銀行及中信集團共同出資 駐馬雲以71億美元購回半雅虎所持有的阿里巴巴股份 這些公司有著強大的政治人脈 當時 財團還分到阿里巴巴近5%股權作為回報 阿里巴巴兩年後赴美上市時更因此獲得暴利 日本經濟新聞曾經在報導中引用消息人士的話稱 當習近平看到螞蟻欽浮背後利益人士的秘密名單時非常生氣 5月15日 中央中央機關刊物求是 發表習近平去年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習警告說 各類資本都不能橫衝直撞 要防止有些資本野蠻生長 要反壟斷 反暴力 反天價 反惡意炒作 反不正當競爭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紀委書記魏健行撰稿人 王友群博士認為 這個心無反的關鍵是反調與習的政敵勾連 對習的權力構成威脅的資本巨頭 不過 從習近平中紀委的相關講話 文章可以看出 中共官員們一直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充斥著大量的兩面派 兩面人 很多人一邊開會 不止反腐 一邊利用各種手段 賣官欲決 大發橫踩 習近平此舉無疑會觸動各個貪官的奶酪 也必然會更加激發中共黨內鬥爭